今天下播我太饿了 什么都没做 然后赶紧点了一个水煮青蛙池 今天的直播 整场很安静 最后过了个小高潮 对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 看似很安静 其实还蛮疯狂的 有个姐姐买我的衣服 买了一万四 不就是那个新款 他让我 那个袖子能不能改 就是那个五千九百九十九 做活动的那个新款 我还想 根本就不懂设计 多堆点料子不好吗 这么贵的料子 还有就是那个溜溜姐 买那个博物馆的包 虽然她不是第一个 但是我很开心 因为我一讲 我说你要不要听这个包 她说我要听 我说我一讲 她就买了 买高货都快乐 其实你让我讲实话的时候 我自己根本就不喜欢 买比较便宜的东西 我喜欢买非常非常贵 和非常好的东西 你们看我讲高货的时候 那种激情都不一样 顾客买的也不一样 然后成交那一刻 她说我也说 我特别喜欢买高货 那便宜的东西 全是为了照顾新的顾客 那么呢 其实我觉得今天 不叫有遗憾 然后今天有一个贝客包 它是那个包里的爱马仕的那个包 那个包我又说是因为 我的销售说 你昨天 你昨天 你就快拍个视频 今天肯定就出了 我说我昨天拍了呀 没人看出那些包 我跟你讲 有过会看这种猪腰子 我跟你讲 关键是现在 我跟你讲 这么顶级的包 她看着那个猪腰子之后 我们现在整个群里 都在叫那个包 叫猪腰子 我还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小猪腰子 我重新拍一下小猪腰子 她那个包是必走款 绝款 专门为我们设计的 就是这个平台 猪腰子包 小猪腰子 《音乐の浅中》 它叫我词的谈词 词词�词 说的字 并肯定是什么 它是中间我 它是在我的心 有一点一个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